发现失窃车辆 远景立刻上前 胆下一秒 窃车 窃贼居然开车冲撞 好在远景立刻跳开 但警用机车被小货车拖行 远景赶紧向路过骑士借机车 可以借我一下吗 不好意思 偷车贼无视警用机车 还卡在车辆钱包杆下 开车一路逃窜 机车不断摩擦地面 甚至窜出火花 远景紧追不舍 最后来到一处死向内 走那个婆婆啊 窃贼见无处可逃 甚至企图倒车冲撞 我叫你吓他 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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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景连开四枪 终于将陈信窃贼压制逮捕 去搞了 警匪追逐场面 就发生在16号晚上 有车主报案车辆遭窃 但警方发现这辆车还在行驶 派遣巡逐警力前往 大理区中心路二段拦捕 没想到确遭窃贼开车冲撞 犯险一路逃窜 自东区的建工路的工地 10巷倒车试图冲撞远景 那警方就对控平枪 然后有朝车轮 后车车轮开枪开山枪这样 在大陈上 油水很大 很厉害 我最奇怪 我当时他在收乎车 我来这里说车车整路了 英勇逮住偷车贼 好在远景毫发无伤 但回想起惊险过程 当下不会 但之后回想起来有一点 警方也感谢热心民众出借机车 但在追捕过程中 车辆有轻微损伤 有时后续会包红包给车主 并颁发感谢状 而赋予顽抗的诚信贯切 这回踢到铁板 被警方意窃到 加重妨害公务 以送法办 在连转强人送用力台中报道